各位同學大家好,我是黃佳安老師 今天老師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圓跟切線 我們其實就要先了解 圓的定義還有圓的標準式 我們來看一下圓的方程式 這個是圓的標準式 標準式裡面可以直接看出 圓心HK跟半徑R 好,那我們把它展開之後 就會變成圓的一般式 事實上圓的一般式裡面 我們看不出來 有任何的這個特點 你看不出圓心 也看不出半徑 甚至圓的一般式有時候寫出來 它也不見得是一個圓 那等一下我們要來做 所以它回復過去就是一個配方法 我們把它配成這個東西 好,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你看喔 我們一般是寫出來它都像一個圓 但是不一定解出來不一定是圓 你看第一個一般式 我們把它經過配方法 配成標準式之後 我們知道圓心是 1 2 負2 半徑是3 但是第二個式子 圓心一樣是 1負2 但是半徑變成是0 其實它代表的是一個點 好 那第三個式子 我們要配方之後 變成S-1 括弧的平方 再加上Y加2 括弧的平方 等於負4 那這時候 它 兩個平方向加 竟然會是一個負的 那所以其實它根本沒有這個圖形的存在 所以它沒有圓心 也沒有半徑 它根本不是一個圓 那這個就是考試有時候會考你的 比如說它就要叫你用K值來討論 這一個 二圓二次 這個方程式的一個圖形 如果它表示一個圓的話 那K的值應該等於多少 如果它表示一個點的話 它K的值應該是多少 那我們就練習用配方法 把它配成這個標準式 好 我們把它配成標準式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個 R的平方 就是K加2的平方 所以 當K不等於負2的時候 它就代表了一個圓 所以圓形就是 負K 豆點負2 所以K不等於負2的時候 它就代表一個圓 然後K等於負2的時候 它就代表了一個點 因為這時候就會讓R平方 是0 也就是R 這個半徑就會是0 那半徑是0 它就代表一個點 這時候這個點 就代表了2 豆點負2 好 所以這裡我們要練習一下 把一般式用配方法把它變回來標準式 好 再來看這一題 也是一樣 就K值來討論這一個 二元二次的方程式的一個圖形 我們還是一樣把它用配方法 把它配成標準式 我們發現 這個R平方這裡 等號的右邊是 負K加17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當K是小於 負 17的時候 當K比17小的時候 它這個R平方就會是正的 那它就代表一個圓 所以當K小於17的時候 它就代表一個圓 那這時候圓形就是 1 負4 好 當K等於17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R平方等於0 也就是半徑是0 所以當K等於17的時候 它就表示一個點 那這一個點就是圓形 原來的圓形 座標就是1 到點負4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個圓的重點 就是圓的切線 圓的切線 我們高中這裡有三個題型 你看完題目 你首先要先辨別 那個題目想要 叫你回答 想要考你的 是 這三型的哪一型 第一個就是圓上一點 過圓上一點 求切線 第二個就是 過圓外一點 求切線 這個有兩條 第三個就是 已經知道切線斜率 叫我們求這個切線 所以也會有兩條 所以第2型跟第3型的解出來 都會有兩個解 那有時候解出來 只有一個解 因為我們可能假設是斜率 解出來只有一個解 那就是如果 它是後面這兩型 解出來只有一個解 那就是另外一個 條直線 就是千直線 因為千直線 沒有斜率可以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圓上一點 求切線 要怎麼求呢 你看 圓上有一點 P P的坐標是 -22 然後過這一個圓 跟它相切的 直線方程式 我們先把圓形 跟這個切點 OP的 斜率把它算出來 它算出來是 負的三分之一 那我們看到 黃色的這條切線 跟 虛線 這個OP的 線 它們的 它兩條直線是不是 垂直的 那我們知道垂直的話 這條黃色線的斜率 就是 白色 虛線這條斜率的 倒數 然後再把它變號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黃色這條切線 的斜率就是 正3 就是把負三分之一 把它倒數 然後再把它變 變號 所以這個直線L的斜率 就是3 那我再利用 這個 切線方程式 我把它假設成 Y等於 M X加K 這裡我假設的是斜結式 也可以 所以 這個 切線方程式 我就會假設成 Y等於 3X加K 那因為 這個切點又在 這條切線上 我把P點 負二二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求得 這個K的值 所以K的值 求出來就是 8 所以這條切線方程式 就是 Y等於 3X加8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變成 3X-Y 加8 等於0 好 這個是 圓上一點 求切線 切線的方法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另外一個類型 這也是圓上一點 求切線 一樣 我們先把 OP的 斜率把它 求出來是 4分之3 所以黃色這條直線L 的切線斜率 就會是 導數 把它變號 OP的斜率導數 再把它變號 所以它的斜率是 負的 3分之4 好我再利用斜結式 把它假設成 Y等於負的 3分之4 X 再加上K 然後我再把 P點34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解出K了 所以 K解出來也是8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切線方程式 把它寫成 4X加3Y 等於24 好 第二型我們要求的是 圓外一點 求切線 那麼這個圓外一點 求切線 求出來一定會有兩條 所以我們來解解看 他說這個P點是 圓外一點是 7-1 好 那我們其實要利用 7-1 到圓心 O的距離 這來判斷它是不是就真的在圓外 你看 我們把兩點的距離公式 弄過來 它變成 根號50 這根號50是 比這個 半徑5還要大的 所以這一點是在圓外 所以我們確定這一點 它給我們的是在圓外一點 那圓外一點求切線 我們就可以假設 切線斜率是m 然後利用這個 斜結式 把它假設成 y等於mx加k 好 那我們再把 7-1帶進去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 k的值 把它求出來 它是 1-7m 好所以這一條 切線方程式 就可以幫 讓我們寫成 就是 全部的位置數 就是只有m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 切線方程式把它 寫成mx-y 再加上 括弧 1-7m 等於0 好我們再利用 圓芯到直線的距離 會等於半徑 也就是圓芯那個00 到直線的距離 會等於5 這一個來求解 那我們可以得到 圓芯到直線的距離 這個可以利用 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如果各位同學忘記了 公式在這裡 或者你要回去看以前的影片 再複習一下 我們就把它 讓它等於半徑 好 這個是圓外一點 所以我們先看到 右邊這一個圖 圓外一點 過這個圓的切線 等一下求出來 應該會有兩條 好 我們還是一樣 利用圓芯到直線的距離 會等於半徑 然後公式在這裡 好所以我們可以把 圓芯到直線的距離 把圓芯 到這兩條直線的距離 把它算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直線方程式 我們把它假設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圓芯到直線的距離 是根號m平方 加負1的平方 分之 mx-y 再加上 瓜乎1-7m的絕對值 等於5 好 那我們把它圓芯把它帶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個式字 那我們再把它這個 兩邊平方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 m平方加1 分之 1-14m加49m平方 等於25 好我們再把它交叉相乘 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們就可以解一個 m的一個 二次方程式 那我們把它 這個 再把它因式分解 就可以得到 這個斜率m 就會等於 三分之四 或者是負的 四分之三 那你看 這樣也滿足我們剛剛 老師一開始跟你說 這個圓外一點 求切線就是會有兩條 好我們再把它帶進去直線方程式裡面 就可以得到兩個切線方程式 分別是 4x-3y 等於25 跟 3s加4y 等於25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型 已經知道切線斜率m 在求切線 比如說像這一題他說我們要求 切斜率4-2 然後跟這個圓 相切的切線方程式 那我們先找出圓心 跟找出半徑 因為他給我們的是一般4 所以我們把它配方法 把它配成是標準4 我們知道圓心就是-3-2 半徑4根號5 這裡同學常常弄錯 他等於5這裡同學常常忘記 這其實是半徑的平方 所以半徑4根號5 這個是同學要小心的地方 好 那一樣 我們還是一樣把這個切線方程式 斜率是-2 所以切線方程式就把它假設成斜結是 y等於-2x加k 也就是 2x加y-k等於0 我再利用 相切的性質就是 圓心 到直線的距離 會等於半徑來求值 所以就跟剛剛一樣 利用點到直線的公式 等於半徑 來求值 所以圓心是-3-2 我們把它帶進去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距離 寫成等於 半徑 半徑是根號5 我們再把它兩邊平方 再加它相乘 就可以得到 k的值是1 或-9 那你看我們解出來也是有兩個解 我們再把它帶回去兩個切線方程式 就分別是 2s加y-1等於0 跟 2s加y加9等於0 這兩個切線方程式 好 所以圓的切線的解題策略 老師幫你整理在這邊 它總共有三個形式 那麼第一步就是判別 這個點 它叫我們求 那個點 它是在圓上 或是圓外 然後再把圓心跟半徑求出來 然後我們再假設 直線方程式 這裡我們都假設成這個斜結式也可以 然後再利用圓心 到直線的距離 等於半徑 來求解 就可以解出這個 直線方程式了 好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複習 圓跟切線 等待會兒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